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,ESG正在迅速成为全球最炙手可热的投资概念 ESG分别指的是Evermental, Social and Governance E衡量的是公司的碳排放、资源消耗以及在环保方面的创新力 S衡量的是公司的人权状况、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 G衡量的是股东权益、董事会结构以及财务透明度等等 从2016年到2020年的四年间 全球的ESG资产规模从8.1万亿美元增长至17.1万亿美元 预计到2025年,这一数字将会达到53万亿美元 相当于全球资产规模的三分之一 由于ESG的分量越来越重 加上ESG评分系统的企业也越来越多 评分越高,公司越容易受到资本的青睐 但ESG并不能代表公司长期的盈利能力 很多公司都只是把ESG评分当作是一种吸引投资的宣传方式 如果从投资表现来看 过去三年,ESG指数基金的平均回报率和大盘指数基本相当 但毫无疑问,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入 ESG正在成为一股足以改变全球投资格局的力量